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 槍聲震盪了整個中國 武昌起義爆發 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 結束了青王朝二百七十六年的封建統治 也結束了中國二千多年的帝王統治 武昌起義之後 湖北、湖南、陝西、江西、雲南 上海、貴州等地 相繼響應宣布獨立 革命軍從各地趕到杭州 總成錦死隊攻勤巡撫衙門 最後衙門被大火焚燒 浙江隨即宣布獨立 肖慶光復之後 我做了肖慶師法學校的行長 哈哈哈哈哈哈 雖然想不到最後做了醫生的竟然是你 你還這樣抱負 準備在杭州開辦第一間屬於中國人自己的醫院 來 我敬你一杯 哈哈哈哈 輸人 我就想不到你棄衣從文 最後頭身教育 還做了一校之獎 我都要敬你一杯 來 哈哈哈哈 人生就是這樣 每個人總會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 秀償就做了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科長 懸同就加入了杭州教育專署 時間真是過得快 真是想不到清潔會被人退化 終於不用再偷偷摸摸了 哈哈哈哈 你那條假鞭 一早就應該丟掉它了 輸人 用不著這麼鬼祟 輸人 我沒有你這麼有勇氣 夠膽用針面目示人 我剛剛從日本回來的時候 都帶過假鞭 有一次就出街 被人發現 然後說要去告官 好像我犯了什麼死罪一樣 之後我就直接不帶 直接爽快地走出街 怎料一路被人笑 一路被人指著我來罵 說我是那些什麼無失鬼 假洋鬼子 哈哈哈哈 那你 那你怎麼做 嘿 之後呢 我出街就帶著一些手帳 誰笑我 我就一個人打下去 之後 沒有人再敢笑我了 輸人 你不笑的樣子 都挺兇的 誰敢罵你 不過不敢以為 你帶把刀出街 刀? 你忘記了 少慶剛剛光復的時候 你組裝了一支武裝演說隊 周圍去演說 周圍去派團單 你就組織了一支 你就分給每一個學生一把刀 自己就拿著把刀做指揮 那時候有謠言說 那時候有謠言說 杭州的殘兵已經夜到前塘崗 來了少慶 那把刀是用來自衛防身的 幸好那時候入城的是革命軍 不是 你真的要帶著那些學生去衝鋒陷陣 唉 革命革命 清朝就滅了 話就話中華民國 那些官員不是原班人馬 舊走 新平 只是換了一個招牌 政治 從來都是一場權力的鬥爭 很多人腦裡面的皇帝 還未退位 權力 真是會令人腐化 好啦 書人 事由不做 我先回去 好啦 等會我都會回學校 收拾手尾 書人 今天是隨即夜 你每晚都做到這麼晚 怕不怕? 懶惰嬌妻 還走? 抓住他 你們兩個還想走 甚麼事? 甚麼事? 姑妹,甚麼事? 大姑娘,甚麼事? 甚麼事? 還撈著臉,幹甚麼? 給我撿開 不撿得的… 真的不撿得的 不撿得的… 清朝都滅亡了 還撈著臉,幹甚麼? 行不行 臉已經撿了一輩子 不撿得的 潤道哥 潤道哥,真是你? 你呀,認不認得我? 我是張秀 二十年… 我們二十年沒見了 你是誰呀? 我叫周樹仁 是司法學校的校長 這位是我朋友 可否給他一個面子 把他交給我 校長呀 校長呀 好,就當給你面子 算是你們兩個幸運呀 小心呀 小心呀 潤道哥 張…張秀… 不好意思,大師爺 不好意思… 小孩子,沒大沒小 我不認識小孩子 你別見慣了 快跟大師爺召頭,快點… 大師爺… 不用不用,起床… 潤道哥,這麼久沒見 進來陪我聊聊天 好,好,好 乾杯 對了,潤道哥 慶叔怎麼樣? 你們生活好嗎? 爸爸糟了,剩下了那些小妹妹 我就拿著去床休息 日休息就耕田 晚上就打雜工 什麼…看牛啊,看羊啊 拉船也做了 之後沒多久,娶老婆 生成鬥仔,更加沒得停了 你知不知道大師爺 我每天早上起床就想 今天夠不夠飯開呢? 喂,我不吃啊 我老婆,子女都要吃啊 真是… 這叫做生不由己 生不由己 這樣就二十年了 我又走回爸爸的舊路 一輩子老了,一輩子喊窮 爸爸,很餓啊 多事啊 大人說話,小孩子插什麼嘴呢? 沒事沒事,叔叔請你吃飯,好嗎? 小姨 來… 給我寫兩個小菜,快 好,很快… 小朋友,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水生 水生? 五行欠水 水生,很像你 二十年前的你,一模一樣 小姨,這條命沒刺我,就行了 我這麼辛苦供他讀書,供他寫字 我就是不想像我這樣,懶著懶著一輩子 來… 吃著籠包先吧 吃吧 謝謝… 水生,你要記住 知識可以改變命運 知道嗎? 知道 對了,大少爺,你又怎麼樣? 你有沒有娶老婆啊? 身不由己… 來…熱辣辣的小菜終於到了 三位,請慢用 好… 陳土哥 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實現理想 不是每個人都能夠過想過的生活 但是人生還要繼續的,是嗎? 乾杯 乾杯…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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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